回到新闻现场我们来关心的是巴黎双尸命案 今天进入了最终辩论庭 死者家属的委任律师提出了新的证据 就是死者陈静福的携手帕 他们认为谢一涵的男朋友舍有重邪 如果不处理的话他们将会另案告发 现在法庭的最新状况赶快请主播郑一珍来告诉大家 一珍请说 学区带你来关心妈妈嘴双尸命案 现在呢市立地院正在开庭 今天将会是一审宣判之前的最后一个庭 也就是最终辩论庭 在稍早的时候呢 谢一涵今天绑着马尾戴着黑框眼镜 穿着黑色T恤 已经来到了市立地院 那么在开庭之前呢 家属被害家属的律师也接受了我们的访问 他认为呢 他们现在收到了新的证据 要提出控告 谢一涵的男朋友小祝祝一峰 很有可能会是共犯来听听律师说法 我现在已经发现新的证据 祝一分的原因是商业之一 怎么说呢怎么说呢 有什么有利的证据吗 当然有利的证据 但是他因为刚刚送到这个体检署 我们也没有办法抢系列报告 总之他是共犯 那跟他是一个左撇子有关系吗 没有拍吗 应该有关系 应该有关系 是我第一次就讲了吗 他因为左撇子嘛 其实今天主要律师也提到了一点 他说法院不查呢 我们自己来查就是因为呢 在张翠萍的遗体左脸发现有刀杀 怀疑很有可能是左撇子所为 谁是左撇子呢 根据了解 祝一峰小祝他就是左撇子 这也是今天呢 律师所提出的新事证 另外呢 在今天法院开庭呢 谢一涵也申请传唤了 刑事局的测谎专家 林固庭来为他作证 做什么证呢 就是要证明说他良心未敏 在杀人之后还是有良心的 希望可以不要被宣判死刑 而今天林固庭的证词呢 将会是宣判谢一涵刑度的 非常关键要点 请您继续锁定中天新闻 为您带来庭上的详细讯息 时间欢迎朋友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